欢迎回来 疫情当下还是执法机构APMM 加紧力度拦截非法渔民越境见争效 官方数据显示 从3月18号到6月23号 我国实施行动管制令期间 执法队伍成功拦截总共157次的驱逐任务 分别阻止83艘越南渔船和74艘印尼渔船 入侵我国水域 海事执法机构总监拿督莫哈默祖比尔海军上将汇报 当局在6月24号特别聚焦南中国海水域 针对非法越境的越南渔民 展开了一项名为海马任务的取缔行动 截至10月23号为止 执法队伍一共执行了71项逮捕行动 涉及66艘越南渔船 5艘船舰以及719名船员 同时持续定期配置设施监控外来船舰 特别是中国海岸警卫队在本丁八定于水域的动向 至于在马六甲海峡打击海盗行动 到今年10月为止 海事执法机构连续三年都写下临头案的记录 当局连同其他机关共同在2019年4月起 联手打击外籍渔民在南中国海的侵占行动 也屡报加音 最高记录是扣押了129艘渔船和1290名外籍船员 在另一项扫荡罗兴亚人偷渡的计划 穆哈默·祖比尔透露 执法部队持续扫荡半岛北部的偷渡水路 对于今年初在东马两州海域启动的东部制龙执法行动 成功阻挡102艘外国渔船 共886名渔民闯关 试图侵占本地渔货 他表示马来西亚所属的海市区域达到61万4千平方公里 海市执法机构要监管8840公里的水域边界 是一项兼具的任务 除了填购监测设备 当局也加强前线据点把关 提高执法效率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